老师 台股今天已经连涨两天了 是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了吗 国安基金立会也即将召开 要如何才可以跟着国安基金的脚步 赚进一大笔呢 所有的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音音 非常高兴可以跟大家见面 那今天台股开盘是 14,390点 最高点来到月线的位置 14,485点 一度涨了近300点之后 接下来在今天的低点 是14,264点 开始在尾盘的时候 也有一些拉大幅度 最后是收在14,373点 涨幅是200多点 昨日美股也收高 已经是连四红了 科技股纳斯塔科指数 更是大涨了259点多 不知道是否与升息步调 有可能有机会来返还有关 那也已经确定回稳了吗 究竟是不是也会来牵中的 这个台股往上做攻击 那最专业的股市分析 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有请磊光老师 你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这两天的涨幅呢 各位一定是既高兴 但是又有点担心 但是各位很多的事情呢 在一般的投资朋友里面 那个他应该是不会去知道的 那所谓不会知道的 就是说第一个 他可能没有这个资讯 他可以去得到 那第二个呢 也可能没有一些专业 真正有专业的人士会告诉他 但是各位 还记不记得六月三十号 我送给大家一个叫做 不想输钱加益 那为什么我会告诉大家说 不想输钱加益 待会我会把这个原因 告诉给各位 那从昨天大涨的三百多点 我们回到今天的台股来看一下 今天的台股呢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开高左高的 那在收盘的时候呢 也是有超过白点的涨点 那我们的台积电呢 那今天的收盘也收得不错 虽然没有收到最高点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他也去互动了 昨天美股ADR的股价 那我相信 昨天台积电在美股ADR的股价 大家应该是知道 涨了多少%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什么 注意的是 但是如果按照雷光老师说的 现在台积电的股价 在7月28号的那个地方 假设做了一个答案出来的时候 到底我们要买什么产业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必须要跟各位互动一个 如果说台股在大涨的时候 你会去买非电子 还是会去买电子 我们的台股就分两个 一个就是电子业 一个就是非电子业 那其他的什么八大类股 我就不再做叙述的动作 这个选择你一定要先选好 才可以的 那今天呢 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电子 这两天都是有上来的 而且又是发生在我当初 跟各位报告的 5月12号的 但是呢 最精彩的 是有一档股票 是我以前 是我6月30号送给大家的 今天我们先暂时不讨论台股 也不讨论台积电 我们讨论什么 讨论国安基金 还有我近期做的股票 跟送给各位的股票 到底有没有让各位失望 我们先看这里好了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张画面 是6月9号 在6月9号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的微买量 是非常怀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可以看到 都是5000多张 6000多张 5000多张 7000多张 在那边排列 如果今天你想买长龙 你一定会很高兴 高兴什么呢 有这么多人要买 那我当然要买啊 但是我在节目 怎么跟大家讲的 各位 你可以去把我6月9号的节目 调出来看 我告诉大家 它是要跌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讲 这句话没关系 6月9号的节目 你去调出来看 你看我是不是这样子说的 然后呢长龙不够 我还把阳明 也在6月9号同一天 告诉大家 各位这个时间都是同步的 阳明在6月9号的10点5分 这个也是在长龙6月9号的10点5分 这个也是在长龙6月9号的10点5分 那为什么我会在10点5分 去截这个图 跟大家做报告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有人当然是要做了 那我就先把它 我就把我的经验 好 秀出来 让大家知道 所以这个地方 我也把它框起来 我也把它框起来 好各位 再看实体K线 如果说今天我们看2603好了 6月9号它在哪里 各位 6月9号在这里 6月9号在这里 在一个横盘整理状况之下的 下来的这一个 这一个上影线 我告诉大家 它要跌下来了 那结果呢 有没有一路跌下来 有没有一路跌下来 就一路跌下来 跌到哪里呢 跌到这里 跌到这里是最低的 这个地方是7月1号 是7月1号 那7月1号最低多少 79.7 那6月9号在哪里呢 6月9号各位 还有将近140 那这个时候跌了多少 这个%数你们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好 然后我告诉各位什么 我告诉各位说 6月30加赖留言 不想输钱加1 没有一个人在股市里面是想要输钱的啦 我更正一下好了 不一定 真的是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想买股票 存股票 有没有输钱 他可能 他也不在意 他也不在意 输就让他输嘛 反正我就是现股嘛 我又没有融资啊 总有一天他会涨回来嘛 那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人 我刚刚所讲的话 我刚刚所讲的话 麻烦你把我略过 你就把我略过 好 然后这个地方加在留言 不想输钱 结果当天留言上来的人 更可爱 为什么更可爱呢 我告诉大家说 我现在要送你的股票 明天我会秀在节目上 而我不会讲话 而我不会讲话 你们就知道了 因为我只要一讲话 我也不希望造成有心人士 对于我的肯定的一句话 反正我就跟你们说 我只要有秀上来 当我不讲话的时候 就是买他就对了 就是买他 各位 7月1号 那一个画面 大概只有1 20秒而已 都是主持人在讲话 我都没讲话 看一看我没讲话的 那一个画面 上面是哪一张股票 我们进7月1号的VCR 那为什么呢 这个萤幕停留在长容呢 那相信各位都应该知道 雷光老师的习惯就是 有些不能够在节目上面 跟大家进行分享的话 他都会在我们节目最后 来射出这一张的这个K线图 所以如果手上有航运的投资朋友们 不管是长容 不管是阳明 不管是万海 又或者是台华投控 包含最近也有非常火的 慧阳KY 我们都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回到股市战国策哦 哇那刚看了VCR之后呢 有发现呢真的是在这个 7月1号的时候呢 是来到了长容的最低点哦 那的确呢 就像老师所说的 那可是我们很好奇哦 就是老师你怎么知道 那时候是最低点 那时候是一个好买点呢 如果你要问我说 老师你怎么会知道说 7月1号可以买 那这个时候我会想反问各位 那为什么6月9号 你不相信我 它会跌 如果你相信我 它会跌 然后在7月1号 你又跑去买 各位7月1号是97.7哦 97.7 那各位这样的一来一往 这样的一来一往 差多少陈述你知道吗 你少亏损多少你知道吗 那或许你也会说 吴老师 从你去年的7月8号 对了 在这边跟各位说一声谢谢 去年的7月8号 我这第一天上节目 今天也是7月8号 我整整上了一年的节目了 而我7月8号在节目上面 第一张秀给 叫我会员出场的那个简讯 第一个简讯 就是卖出长龙阳明 我也在7月8号当天 把我的简讯秀给各位看 但是你们不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长龙阳明是7月7号冲新高 怎么可能你7月8号会卖掉 那这个就不打紧了 代表我是对的 那6月9号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 要卖 然后6月30号告诉大家 不想输钱加一 然后7月1号我在节目里面 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我把长龙就叫出来 然后就秀在那边 就是要跟6月30号有流来上来的人 我告诉你说 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就是你要买的时候了 各位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了 你有买 从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就说从7月4号这个地方 你买进去 你就算买到79.2 我们打个整数好 80元好了 到今天呢 也来到94.7 将近15块的利润 如果你买个10张 你的获利在哪里 你就是15万 那6月30号的那个 不想输钱加一 有没有成立 当然有成立 当然有成立 所以说我送给大家的各位 我不是看大家跟我讨论的什么 基本面 有很多投资人 他会把很多的 技术分析的面给我看 把他的基本面的利多的消息给我看 我只能跟他说很抱歉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呢 我不会跟你讨论这些 因为他不是赚钱的重点 他不是 好 我们再看下面好了 再看下面 6月28号 我在这个地方 请试驾获利出厂2481的强帽 这档强帽 我在前三天进厂的时候 到这边的出厂 赚的不多 大概只赚了3块钱左右而已 但我就把它卖掉 如果我不卖掉的话 它会是什么下场 各位 这个是6月28号 我怕这个地方你们看不到 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写下来 各位 2481的强帽 2481的强帽 6月28号在这里 6月28号在这个地方 各位 我从这个地方卖下来 它就一路跌下来了 我没有赚很多 我没有赚很多 但是我还是把它卖掉 为什么 因为它会下去 它会下去 所以说我不会去想说 我一定要赚个10块我才要卖 我一定要赚个12块我才要卖 各位 这个都是你们自己人在想 你真的相信股市里面的股票这么听话吗 那应该是不太可能了吧 再往下看好了 再看这个地方 7月4号7月5号 还记不记得 7月1号我告诉大家 元宇宙什么时候可以买 我在搜图上面写的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然后7月1号它就来到月线 所以我在7月4号也是做了两天 然后最后在这个地方 60.2告诉我的会员 全部获利出商 这是最近的 最近的了 现在才7月几号 7月8号而已 那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一些 再加上什么 往下看 6月22号 我请大家试驾买2498的宏达店 各位 每一个会员都有买 那22号以前 我在请某一个会员种类 请他再试驾加码 2388微生100张 所以他手上的微生不是只有100张而已 因为那个叫做再加码 然后呢 6月22号 我很大方的在节目现场 告诉大家说 元宇宙加1 那你们有留赖上来的 有听我的说法的 你们都有去买 都有去买 那有的买都有跟我说 老师我有买了 那没有赖上来跟我说的 也无所谓 或许你还在怀疑中 没关系 那23号的时候 24号 三档元宇宙 全部涨停板 全部涨停板 各位 6月28号 手上元宇宙 威盛 宏达电 位数 市价全部卖掉 每一个会员 每一个会员 我有没有卖错天数 我随便叫一档好了 叫哪一档 叫2498好了 大家是最清楚的 6月28号在这里 这个地方在最高点 我居然在最高点 带着我的会员把它卖掉 卖掉之后 我是不是又送给大家什么 浩瀚宇宙加一 还记得吗 你们如果真的忘记的话 请你们把你们的手机滑一滑 滑到 不用看我节目了 就滑到那个 东面的主题 我们写浩瀚 浩瀚宇宙加一 然后告诉大家7月1号 月亮代表我的心 因为我不可能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 月线可以买进 月线可以买进 这样子我会被相关代位 请去喝咖啡的 那对我对大家也不好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把它这个设定在22日的均线 各位 这个7月1号是不是在月线 是不是在月线 那我有没有在6月20号进场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要看隔天有心人事 是不是真的要进场了 好 结果真的他有进场了 这是7月4号 7月4号之后 我7月5号 我把它卖掉 卖在60.2 卖在60.2 各位 如果我没有在6月 在7月5号把它卖掉 你知道我最近买什么股票吗 你知道我会员最近买什么股票吗 买的股票比我这个地方少赚了两三块还要多 还要多 那我是不是在节目上也告诉大家什么 我5月12号 我在昨天又重复给大家看 各位 我们看几档股票好了 这档股票我昨天有没有跟各位报告 把我昨天节目再调出来看 有没有 有 有 如果你没有看到我昨天的节目 有 就是掌心板 好 然后呢 这档股票 叫做蓬城 整流二集体 对不对 整流二集体 有没有 有 所以说今天我还是这样子讲 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下个礼拜的国安基金 但是我跟大家讲 国安基金要例行会议 这个是一个开始 那它的开始里面的所有要条件 要谈的内容是什么呢 所要谈的内容都是 准备多少资金 在什么样的熊市熊区的趴数 他们要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等到这个答案出现了 各位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回到这里 国安搭轿加一 嗯 没错 像刚刚老师说的呢 我刚刚分享 在六月二十二号 不管是元宇宙加一 还是七月一号的月亮代表 那我的心都是非常大方的 来跟这个朋友们 只要呢你有留LINE 就有机会呢 可以这样子来去指导 因为我们有雷光老师呢 是亲自的回复一些一对一 所以呢 如果接下来呢 有兴趣的朋友呢 记得扫QR Code 或是这个LINE搜寻 94888 BVIP 超前布局买进讯息 记得加LINE留言呢 留下国安搭轿加一 那就可以让雷光老师呢 亲自的来回复你 那刚刚呢 我也有点好奇 就是国安基金 接下来要召开会议了嘛 那老师说也会谈论到一些 趴数啊 或者是说 要是怎么样来去搭轿这件事情 那如果国安基金 他真的要来去振兴这个台股的话呢 那他基本上是会买哪些股票 是0050里面的一些股票吗 我这么说啦 在我的观念里面 我不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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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流来上来的人 跟我问我0050 我不会建议 为什么我不会建议 0050它是追求指数的涨跌 而我们台股的追求指数涨跌 就是加全 但是加全 也要看台积电的脸色 所以说当0050随着台积电 或者是台股一路上去的时候 他会上去 他会赚钱 这个是100%的 这个是我相信的 但是我要求的是什么 他的幅度 他的幅度不是我要的 了解吗 一斤三十元的啦啦山水蜜桃 跟另外一个一斤三十元的本地水蜜桃 如果让你去选 你会去选一斤三十元的啦啦山水蜜桃 还是本地的 我这样讲各位清楚吗 我一定是选啦啦山的 你本地的怎么可能会比啦啦山的好吃 对不对 所以说我要的是这个幅度 他长不长 对我而言 他都会长上去 跌下来难道他不会跌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最多如果说你们是钟爱喜爱做ETF 各位 假设你是每一个月定期 定 定期 那个 投资资金也是一定的 然后你要做他个 数年以上 数年 希望数年有一个奇迹台股涨了三倍 各位 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话 我就让 我就接受 你去做0050 否则的话 你在股市跌 还告诉说 0050也在跌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各位该怎么办 加码啊 因为你是做长期的 不是做现在的波段 我这样讲各位 可以接受吗 可以 非常相信 投资朋友也都清楚了 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个短期的 那如果是长期投资的人的话 才比较适合去参考这样的一个ETF 那老师还想请问一下 就是因为这两天都回温了 那电子股的话 相信也是非常多投资朋友 都是套老中 那究竟是要趁这两天的一个回温呢 在下个礼拜呢 如果有反弹的时候 把它给趁市卖出呢 还是要可以留仓 继续留仓 来来去等候一个解套的机会 好的 很多的股票在电子产业里面 我这么说好了 178百档股票里面 我一年真正会做的 应该只有在30档左右 那这30档左右 我可以说绝对是在这178百档里面 最强势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有很多的电子产业 被套得很深的 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流赖上来 让我去帮你衡量一下 我会告诉你怎么叫做太弱留墙 这样子会比较有意义 假设说你有一档 我认为它是OK的 另外一档它是不OK的 我就会建议你 把这个不OK的 转到你OK的那个地方 去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你就不要再拿其他的资金再去买了 不然到时候你就变砸货店了 我这样子讲可以清楚吗 所以各位 不管如何加来留言 你能国安大教加一 现在只差的是 国安基金要告诉我们 它何时启动 这段期间我会帮大家注意 而且注意什么呢 它启动的时候 会先启动什么产业 这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想要知道套生的这个股票 究竟是该卖还是该买 那这时候呢 记得帮我们扫一下QR Code 以及LINE搜寻 94888VVIP 会由雷光老师亲戚来对你一对一的一个健康检查 将你的持股健康检查 以及亲自的回复你 以及跟你来分享一些标股 今天的节目呢 真的非常的精彩 股市战国策频道呢 也在今天满一周年啦 那相信呢 有持续关注的朋友呢 都会有感觉到 这样醍醐灌亭 毛色顿开的一个感受 那新加入的朋友呢 也别忘记呢 在YouTube的频道呢 以及粉丝团按赞分享 那也记得呢 别忘记按下订阅 以及呢 这个开启小铃铛喔 好的 那我们非常感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推荐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今天有一个产业 我觉得表现算是 蛮亮眼的 元宇宙的部分 这边老师有什么想 跟大家讲一下吗 如果是元宇宙 我这么说 不管元宇宙 或者低轨微星 这两个都是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 他们会做一个发展的动作 所以你现在手上有元宇宙 或者有元宇宙 或者有元宇宙的 那我相信 低轨微星 你一定要看这档歌谷 这档歌谷叫做练巴科 我可以在6月7号 告诉大家 低轨微星跟元宇宙 它们两个是无缝接轨的 轮动的动作 各位 请问一下 当我前面卖掉3491 低轨微星的时候 你觉得我会不会去买元宇宙 PRO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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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